好,各位奇友大家好,这番奇是7月2号进行的一盘网奇 由黑方王兴浩对战白方李昌西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选择二连星 这样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点33掏空 双方各自点脚 这个都是现在流行的这个定势下法 然后继续在左下定型 之后也是一个正常的定势 黑奇就直接补了一手 白奇继续把最后一个33点掉 还是这个定势 然后黑奇打吃完之后二路立先掏空 白奇飞为了扩张模样 不过下方这里的空白奇是不好围的 黑奇打入的话这颗子往右边二路可以跳回 左边拆二可以做根据地 上面还可以继续出头 实战白奇反正这个空不好围 那就干脆把这里走得后一些 所以说选择斜阵 黑奇左边顶 这个时候也给白奇出了一个难题 如果说白奇左边挡住不想弃子的话 那黑奇就跳出来 形成作战的一个局面 这样的话 黑奇刚好右边有打入的这颗紫金 非常容易做根据地 黑奇往前跳一个 这里就可以做火了 这样下白奇很容易落空 所以说实战 白奇还是选择弃掉 以后下方可以继续为空 黑奇小飞连回 然后白奇在右上角断打 这里形成战斗 黑奇先往上打持也是一种下法 白奇长完之后再往前压 之后黑奇长 白奇也没有继续跟着压 而是往上跳一个 先出头 那这个地方 黑奇可以选择拐住 拐完之后 右边再补一手 至于上面这五颗子 完全不用担心 白奇如果说飞过来封锁的话 黑奇跳出就可以了 看上去跟左边这三颗子的联络 存在问题 不过因为白奇外面这块也是一块鼓奇 所以说黑奇不怕 靠出再虎一个 白奇左右两边都有断点 往左边补 那黑奇就往这儿断打 白奇继续跑的话 黑奇可以争得一个先手 再往左上角这里拆边补奇 黑奇完全不怕 实战黑奇飞压 就是想把左右两边连成一片 更加有利于联络 然后白奇脚上补活 之后黑奇右上角斑 一般这个地方 拌完之后都会考虑先虎一个 反正也不亏 这个都是先手 白奇一路打的话 黑奇就可以去不脱先 AI还是比较看重这手棋 就是往这拐住 因为这样的话 黑奇厚了 然后左边的模样以后 也可以继续扩张 至于右上角的话 白奇反正在外面飞过来 黑奇拆边也是活奇 影响并不大 实战黑奇往前飞 那白奇先往上飞 把黑奇的空压扁 然后再往右边封锁 这样的话 边进攻黑奇 然后白奇中间这里的潜力 也就全部形成了 之后因为黑奇右边要成空 所以说白奇也没有直接长 而是先往三路夹掏空 下一手棋 黑奇往上方跨段不太好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继续补齐 可以冲完之后沾 白奇中间的空 看上去 这个潜力比较大 但是也不太好围 首先白奇右边这里的缺口 需要补掉 黑奇可以往左边这一带走一手 这个是模样消长的要点 白奇往中间围的话 肯定没有黑奇左边这里的空 目数多 所以说黑奇可以这样定型 实战黑奇往上方跨段 然后白奇反击 直接断吃右边这颗子 这个奇还会影响到 黑奇右下角这里的味道 黑奇往上沾 白奇冲完之后 再往上方置固 黑奇飞 然后白奇再往这儿飞 这样的话白奇的奇形 就比较饱满了 那黑奇上方 这整块大龙还没有完全活 所以说还要继续补 黑奇补的话 也可以往左边虎一个 这样的话黑奇更厚 然后左边这里再拆边的话 就全部围牢了 实战黑奇选择往上方拐住 想要断吃这几颗子 这个地方白奇挡住的话 那黑奇可以往这儿断打 白奇就死掉了 不过这个地方没有完全吃住 因为白奇以后有这个扳的手段 扳完之后黑奇挡住 白奇可以贴在这儿 这样的话这块奇又连回了 所以说黑奇这样定型 可能还不如刚才往这儿 虎一个比较好 实战黑奇拐住 然后白奇左边点刺 这样的话黑奇这里有一个断点要补 但是直接沾的话 效率又比较低 实战黑奇夹过来 还是希望在左边为控 那白奇继续压缩黑奇的控 往这儿碰一个 黑奇当然也可以选择反击 反击的话付出的代价就是 左边的控被白奇打穿 但是白奇中间这里的潜力也被黑奇打消了 左边黑奇可以简单作活 这是一种选择 实战黑奇选择护围 挡住然后长一个 这样的话这里还牵了一手棋要补 以后白奇可以往这儿打持 这样的话就反杀黑奇这三颗子 实战白奇往右下角碰 然后再往路点 黑奇冲白奇扳 这个地方黑奇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如果说扳 然后打吃完之后再沾的话 这个地方白奇往右边 二路打拔 黑奇脚伤是不活的 往外面沾补断 那白奇长一个 这个断以后也是白奇的权力 而且周围白奇都非常厚 那黑奇大龙就危险了 所以说黑奇也不可能这样考虑 实战黑奇还是沾 那白奇沾 下方的空围住 黑奇脚伤还要继续补 这里白奇是非常愉快的 接下来左边吃住这三颗子 价值比较大 这个是比较实惠的下法 实战白奇追求更高的效率 像现在上方这里腾罗 这一手靠压 确实也让黑奇非常头疼 不太好补 首先黑奇考虑的是两边扳 如果说往这儿扳 白奇可以继续反扳 黑奇打出完之后沾 白奇可以从左边打持 这里黑奇沾的话 白奇要直接往这封锁 中间就可以成空了 冲出来的话 那黑奇左边的空已经被白奇打穿 这样的话形成转换 黑奇也并不一定便宜 因为白奇左边拔一朵花 这里厚了 眼位也好很多 上方大龙白奇也就不用担心了 如果说黑奇往这里扳断的话 那白奇要如打 再往这切断 这块奇就连回了 如果说黑奇在左下角补奇 那以后左边的这个 二路爬也是白奇的先手权利 这个地方黑奇的目术也不便宜 实战黑奇单退 然后白奇二路夹过 接下来黑奇往脚上补奇 接下来白奇就发动上方这个手段 扳完之后 先刺 这个也是一个刺序 先把黑奇的眼位全部破坏掉 等黑奇沾的时候 白奇再联络 这样的话黑奇大龙还是不活 只有往左边这里单关联络 白奇断打的时候 黑奇也不敢沾 沾的话白奇往外沾 黑奇又被抱进去了 所以说黑奇之后反打 再尝出来白奇跳 接下来黑奇往右上角沾 白奇爬一个做活 黑奇往左边拐住连回 然后白奇继续拆啊 掏空 之后黑奇先在上方断打 然后往中间大跳 破空 白奇再飞 这个地方白奇只要能围住 大部分的空就可以满意了 之后黑奇冲一个 白奇左边沾先手 再往上冲 这里冲完之后断 然后断打完之后滚包 都是白奇的权利 这几颗子现在价值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现在棋盘越来越小 黑奇还是选择沾 然后白奇再往左边 这里封锁 那这个地方同时还威胁到黑奇大龙的联络 以后左边这里有个斑断 实战黑奇先往下方断打 然后往这跳架 这个地方白奇弃紧 旁边这个斑断暂时也不成立 这里白奇肯定要选择弃子 如果说还要往这冲的话 黑奇翻打完之后滚包 那白奇是不划算的 而且还会影响到白奇上方大龙的联络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奇要搬 然后把大龙车里连回 接下来黑奇往右上角断 断完之后左边打吃 然后白奇搬过 接下来如果说黑奇 沾赤住左边这三颗子的话 那白奇打吃先手 可以在下方唯恐 这个地方 双方肯定都能走到一个 黑奇实战往这跳 掏空的话 那白奇以后可以往左边打吃 把这里吃通 实战白奇继续往右边掏空 然后黑奇飞 吃住中间这两颗子 白奇刺一个 黑奇在脚上打吃完之后不断 然后白奇贴住先手 再往左边打 接下来就要受关了 黑奇在右边二路断打 这个地方白奇一路立足足的话 黑奇是不怕的 可以反打完之后顶住 白奇搬 黑奇断 这样的话黑奇两边都可以打吃 联络 实战白奇提 然后黑奇再长 这里白奇如果说一路斑 足度的话 黑奇还是不怕 这里可以小尖 然后断 白奇如果说在旁边补齐的话 那上面要打吃穿住软 如果说白奇往这儿长一个 那黑奇可以直接往这儿打 再沾 虽然说白奇也可以从一路度过 但是黑奇的墓术也就便宜了 实战白奇往前压 沾 然后黑奇打 白奇真的一个先手 在下方继续补齐 之后往左边二路虎 沾 黑奇一路打 这里白奇就不能断了 断的话 黑奇往一路搬 那直接就连回了 白奇死掉 所以说白奇断吃 黑奇再把大龙连落 接下来白奇往右边虎一个 黑奇选择爬 这里跳的话也不成立 跳的话白奇冲 黑奇再冲一个 打吃 度过 白奇打黑奇斩的话白奇再一扑 这个黑奇接不归 所以说只能往这儿爬一个 白奇虎下来 黑奇往上刺 接下来双方在下方这里定型 白奇冲一个先手 上方打吃 然后再往这儿补齐 黑奇上方断打先手 下方冲 然后接下来 黑奇是一个掏空的手心 就是先往这儿断打 白奇斩 然后黑奇夹在这里 斩的话白奇只有斩 斩的话黑奇打完之后再一冲 这里就可以把白奇的空掏掉 不过现在黑奇的空还是不太够 而且接下来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关子了 之后最终走到白奇往左边这里 补一手 黑奇认输 那这盘奇的转折点主要还是在于右边这里的定型 白奇选择往三路夹的时候 黑奇应该往脚上补一手 实战黑奇选择在右上方跨段反击 那从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 黑奇肯定是亏了 首先右下角这里 因为被白奇右边吃通这颗子 导致白奇在下方点次定型的时候 黑奇不敢继续掏空 只有在脚上补活 白奇下方全部成功 然后黑奇上方跨段 粘把白奇分段之后 白奇最终大龙还是可以简单联络 黑奇这里的收获是非常有限的 之后收关的话 黑奇的这个空就不太够了 好 那这盘奇就给奇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奇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